我们今天前行心之勇士的部分 是学习第三十页第五十则 第三十页第五十则 题目是拔除无名之刺 拔除无名之刺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佛陀教诫我们 实际上痛苦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名 无名是内心对事物颠倒的认知 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而导致种种痛苦 如果内心这根无名之刺不拔掉 我们永远都体会不到无苦的快乐 一开始老师说 实际上痛苦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名 好 你现在可以先回忆一下 你某个痛苦的感受 那不一定要挑太痛苦了 挑太痛苦了 你会一下陷阱的感受 你就没办法听法了 你现在稍微回忆一下 你以前某个痛苦的感受 这个时候其实就在感受限期的当下 我们作为修行人要练习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边讲的 佛陀教诫我们实际上痛苦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名 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很苦了 那个苦在我内心感受让我这么受不了 你还跟我讲什么无名不无名的 其实正好反过来 就是这个时候救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出路就是你不能被感受蒙蔽 你不能被感受蒙蔽 其实我们无时以来 我们的习性就是被感受蒙蔽 如果用十二元起来讲 就是受之献起了之后 就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这个受之去爱取 被感受摆布 实际上这个就是轮回的因 为什么越来越深重 会在轮回里面越陷越深的因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感受献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痛苦的感受献起来的时候 意念老师这个教诫 佛陀教诫我们实际上痛苦 是源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名 这就很重要 这就很重要 刚开始你会不习惯 一个人苦的时候只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 有时候只想一个人在那边静一静 静静地自己品味那个痛苦的味道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不能陷溢在感受里面 陷溢在感受里面 我们只会让轮回的因越来越深重 这时候意念老师的教诫特别重要 然后对峙感受 或者说不被感受摆布 我们就要运用思维的力量 那我们学过的教理会告诉我们说 痛苦是源自于恶业 那恶业就是源自于我们无名的造作 所以才会说实际上痛苦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名 那为什么这边的无名要特别说是 藏在内心深处的无名呢 为什么无名是藏在内心深处的呢 为什么 我稍微想一下 因为这种无名的思路是我们无史以来的篡息 长久以来的篡息就会形成很根深蒂固的习惯 你很难觉察 你也很不容易对视 所以才是说这个无名是放在内心深处的 藏在内心深处的 其实因为藏在内心深处 所以你不容易觉察 所以当苦受陷起的时候呢 你就不太容易跟内心深处那个无名连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 透过清晴三生听闻正法练习的地方 后面老师说 无名是内心对事物颠倒的认知 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而导致种种痛苦 那最主要的颠倒的认知有两种 哪两种知道吗 对 业果于跟真实异于 就是对业果蒙昧于知 还有对空性 一切万事万法的本质 蒙昧于知 这是最主要的颠倒认知 那最主要的错误判断是什么呢 因为颠倒的认知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那最主要的错误的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向心外寻求 离苦得乐的解决 你把注意力放在外境上 然后呢 向心外去寻求 这个离苦得乐的解决 那这样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而且这种颠倒的认知 跟那个错误的判断 两个会交互增长 就是越是习惯于这样的错误判断 你的颠倒认知就串习得越强烈 颠倒认知串习得越强烈呢 就越容易发生这种错误的判断 两个会交互增长 越陷越深 好所以这种错误的判断 跟颠倒的认知呢 它们两个辗转增上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 以苦欲舍苦会越陷越深 后面老师说 如果内心这根无名之刺不拔除 我们永远都体会不到 无苦的快乐 对老师用的形容词很特别 内心的无名之刺不拔除 你想象一下吧 如果心脏上面扎一根刺 那是不是心越跳就越痛 失血就越多 好像我们脚上扎了一根刺一样 你走得越多 你越是走越是跑 那就只会扎得更深更苦 所以腹底抽心是要干嘛 要把那个刺拔掉 所以内心里的无名不除呢 老师说这个就会永远体会不到 无苦的快乐 好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执欲佛陀的 圆满传承的教法 我们有机会 最快速有力的拔除无名 都说空性是斩断 烦恼无名的利福 好像一个很锋利的斧头 把一个大树从根砍断了 那整个大树 整个烦恼大树就没办法生存 所以现在有机会 执欲佛陀的圆满传承教法 我们能够有机会 最快速最有力的拔除无名 彻底的断除一些苦因 这个就要特别感谢师长 善知识多生多结 这个色授的法恩 所以讲到这里 还是呼吁大家 一定要很认真的发愿 要跟着老师一起 学完毗伯舍纳 真正学到这个清静的 中观音程派的空证件 彻底的拔除无名 这是我们这一生 每个人都执欲的机会 你千万要把握住 不要轻轻放过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心知勇士的部分 很好